很害怕一个人出去 就我可以一个人在家里做很多事情 但是一旦让我踏出去 我就觉得我好孤单 但我知道现在很多年轻人 他们一个人来到大城市去拼搏 去工作 就我觉得好佩服他们 所以你看你这不是有点矛盾 你十几岁其实就一个人出来了 然后十五六岁就开始拍戏 按正常来说 你特别适应这种一个人去做什么的事 然后独立性应该很强 但你现在还不敢 我以为你做的演员是已经敢了呢 我自己不喜欢一个人 就是我觉得我可以独立去完成一件事情 但是我不喜欢尼尔的状态 这个个性你自己早就意识到了 但是你并不是想硬性让自己改变 以前我会觉得我需要去融入大家 去改变自己的个性 后来我发现觉得改变了 我自己做的不开心 就是我一直跟大家说 我要做自己 但是如果我没有做自己 那我这个是 就是跟我说的也不一样 那我就做真正的我 真正的我 就是没有那么喜欢出去玩 就喜欢一个人待在家里面 就我一个人待在家里面 干什么都行 但是我不能一个人出去 但这就是我 可是你要从一个剧组到另外一个剧组 那都是要重新去适应一个新的团体 那个时候你就害怕吗 有焦虑 非常焦虑 我马上明天就要进组了 我也会焦虑 虽然他们都说你拍了很多年戏了 应该很适应这种剧组生活 但是在进组的前一个星期 我就会睡不着觉 然后就很害怕跟大家相处 但是熟悉了之后 我又很喜欢这个团体 就是但是在之前的时候 你会有很多心理的过程 心理压力 觉得我怎么跟人家相处 我怎么去融入到大家的这个大家体力 那一般你去到一个新的剧组 新的环境 你觉得自己能在多长时间 能适应了 能跟大家打成一片 一个星期 这还挺短的呢 因为没有办法 我们的戏其实也就三个月到四个月的时间 如果我需要用一个月的时间 来跟大家熟悉的话 其实戏出来呈现的效果也没有那么好 因为只有我们都很熟悉之后 才能把这个戏呈现得更好 我看你在拍一些Vlog的时候 经常有收拾行李 去剧组收拾行李去工作 收拾行李对你来说 摩羯座是也有点纠结的吗 收拾行李太烦了 我从十岁就开始收拾行李 对 从十岁 我就觉得怎么 我一辈子都感觉 这都在收拾行李 而且是 就是这个箱子 我感觉就是我最贴身的物品 每天 每几个月 我就拎着箱子去到一个地方 这个箱子就是我的全部 那每次收拾的时候 我有很多东西要带 我就很脑袋大 收拾行李真的是一件非常美丽的事情 我今天收拾这个箱子 收拾差不多了 这个是身体乳 然后咖啡机 下面是一个卫衣 然后吹动机 这个是伤口腩 还有防线 这里面就是一些面膜 加洗头发的 然后这是一个美丽 这个箱子差不多就完事了 我决定今天先收拾出来一个箱子 明天再收拾另外一个 不然的话太累了 其实我现在在脑补你十岁的时候 另一个旅行箱可能都会比你还高的这种 那是一个什么样的情景 那个时候就上学嘛 就自己来到北京觉得为了自己的梦想吧 然后就是去上学 那个时候的行李肯定不是自己收拾的吧 还是父母帮忙收拾的 一开始爸爸妈妈会帮忙 然后他们也会帮我们送过去 但是后面再长大一点 十三四岁的时候 就要自己拎着箱子去学校 所以你看从小就收拾行李 按正常来说早就驾轻就熟了 可能三下五除二就收拾好了 但你现在还是有这种纠结 是不是有一段时间 行李好像有代表一种漂泊感 会有这种感觉吗 就是没有一个对于我来说 就是没有一个家在哪里 对就没有一个归属 对就没有归属感 这个行李好像是一个移动的家 是吧 对就是它就是我的全部 对行李在哪你就在哪 离不开它 离不开我的箱子 明天就去剧组了是吧 行李收拾好了吗 没有 我昨天收拾你晚上 今天还要收拾一下 要带几个行李 就带两个 我每次出门只带两个 这两个 可是因为我就带这两个箱子 进到剧组之后 我就开始一直买东西买东西买东西 等到杀青的时候 我又会有十几个箱子 我的妈呀 每次去到一个剧组 我就是置了一个家 然后呢 我走的时候再把这个家搬走 搬到下一个地方 因为我觉得我已经很辛苦了 我就是买东西的时候 能让我变得很开心 还有一个就是在剧组拍戏 是不是压力也大 这个时候买买买 其实是一种解压的方式吗 你非常大 因为每个角色不一样 其实我觉得我们的情绪 每天都在变化 就突然哭笑 你的状态也没有那么好 但是买东西就会非常解压 而且你收到快递的时候 拆快递也非常的解压 拍戏也很多年了 然后各种各样的角色 也都尝试过了 你还说你紧张 紧张的就是它有具体的体现吗 比如说这个角色难度大的时候 我特别紧张 我就是有一些角色 其实会有一点点类似 那我怎么能表现的 它跟别的角色的区别 而且在剧组的前一个星期 是我需要很准确地 找到人物的方向 不能每一个角色 都是一样的状态 所以这个是我觉得 我比较焦虑的地方 而且还需要有一个跟导演